今天就是总统大选的第一次 今天晚上蔡英文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却在今天晚上临时召开了记者会谈两岸关系 蔡英文是表示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将要成立两岸的对话沟通小组 看看稍早这一段谈话 民进党政府没有理由不能与对岸好好坐下来看 明年1月14日赢得胜选之后 我们将成立两岸对话工作小组 透过不同的管道进行多方面的对话沟通 增进彼此的理解与故隙 并且为执政之后的两岸的政治协商孤入 只要双方都愿意秉持务实的态度 不需要预设前提或排除任何的选项 两岸之间什么都可以谈 5月20日就职之后 国会以总统的身份邀请国会议长 立法院的朝野各党团 就两岸交流的各项议题进行行政立法 及朝野政党协商 逐步建立包容多数意见的台湾共识 对于过去三年两岸签署的各项协议 新政府不会贸然中止 蔡英文是表示说如果马总统有信心的话 也可以把一中各表纳入讨论的项目之一 而至于为何要在今天晚上临时召开记者会 蔡英文则是表示说担心明天辩论时间太短 有办法说不清楚这个两岸的政策 因此在今天晚上一并说清楚 好 那我赶快来请教一下徐老师 蔡英文开这个记者会的目的是 宏仪 被围毁了 总要有反应吧 这里面有很多误解跟偏见里面 为什么投顾会讲说两岸怎样 之后关系就会冷冻 然后股市就会下降 为什么防治觉得说 蔡英文上台两岸就会怎样 宏仪 我觉得这都是很多偏见在那里 整个蔡英文选举过程里面 可没有去批评过胡锦涛 他对两岸关系都采取开放态度 他讲只要没有前提 我愿意去接受访问 他也讲 刚才也讲得很清楚 他上台前会寻求沟通 他上台之后就是520 他如果当选上台 1月14号到520之间 他会做各式各样的努力 520之后他会组一个跨党派小组 去协商 宏仪 这个说法跟宋楚瑜讲 他如果当选会怎样 带各党主席去 我觉得这都是很相似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只要我当选都可以谈 今天这么多偏见 这么多弄 胡锦涛被围殴久了 你总 蔡英文算是个女生 被围殴久了 他也是会需要有个反应的 要把一些事情讲清楚 我觉得他今天讲的 把他讲清楚很好 然后明天 反正宋楚瑜满酒都在 大家再把他讲 他也讲 一中各表也可以谈 如果最后 他这个跨党派小组 立法行政之间 谈出来是一中各表 他也可以用这东西去谈 他要讲是说 一中各表没有这东西 当时没有 你现在可以 如果真的是大家有 可以用这个东西谈 可是你不要把过去没有东西 拿来讲有 这样 来 明天就要辩论了 东市的刘先生 他传真来 他说 在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即将进行的前夕 我们要特别提醒蔡英文 千万不要被马英九拍到背 君临天下的潜意识 造成马英九一个习惯性的握手动作 他会往前站一步 右手握住你的手 稍久一些 然后左手顺势拍一下小朋友的肩膀 小朋友用引号 或上手背 背拍到而 不摔 而不摔者挤膝叶 王建民如此 谢长廷义父如此 不妨调出上次的带子看看 蔡英文的对策是 稍微往后站半步 浅卧即可 时间不要超过三秒交凝固的时间 切记 切记 我想马英九不至于拍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毕竟是个女性 这基本的尊重还是要有 马英九如果明天真的去拍蔡英文 我觉得那个就太不庄重了 因为你没有对女性 我认为蔡英文今天说这个 要回到胡锦涛在APEC跟连前说的 其实你有感觉 最近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産党 还有很多通牌媒体 他们在设定一个议题 叫做九二共识 没有九二共识什么都不用谈 没有九二共识 台湾会不安定 经济会不稳定 所以明天我可以研判 马英九主攻的绝对是九二共识 所以蔡英文希望利用辩论正前面 跟大家说清楚 他虽然说蔡英文讲说九二共识不存在 可是如果说 他今天说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共産党有意跟台湾 再寻求另外一个新的共识 你要叫做九二共识也可以 但是我们把共识内容大家谈清楚 我觉得蔡英文最主要用意是在这里 另外我认为他第一段的位 是说给中国跟美国听的 第一段的位是说给中国跟美国听的 就是说我蔡英文上任之后 我也不是铁板一块 要谈只要大家都不预设任何前提 维持国家的台湾的国家尊严情况之下 我们都可以来谈 你看他已经提到说 连一宗个表都可以谈 那问题是中国会不会跟你谈 共産党会不会来谈 我觉得共产党不可能跟你谈一宗个表 我同意 我们讲过一宗个表可以谈 可以谈啊 可以啊 只要你同意的话 吴钊燮前驻美代表 做贵入委会主委 成立了一个叫公平选举委员会 李登会担任荣誉主席 因为今天说这场选举无奥报 前校徐律师 吴钊燮反怒啥 反怒啥就是说其实最 一开始 那个宋丑如要选的时候大家就在说 注意哦 年宋丁如要选举一宗 一宗秩序 不知道那时候开始 旺路人说叫宋丑如要注意 有秩序的出来 宋丑如要选举 说不 我们现在成熟 不管如何会不会 如果真的不会 那国安局以后要保护家 所以我要在座共调说 要保护出来 包括有可能 你看五都选举 立委的选举 有多数 选举人买票 那个买票比赖大家想看看 国民都有多数 民进都有多数 所以 方怡里的端子 提出给大家说 那也是奥报的 是 方怡里的 他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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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这个 奥报就出来 奥报就是用钱用暴力 这就是奥报 常常用到的 台湾人民要干活 用钱跟用暴力 这是 可是这个公平选举委员会 能怎样呢 这部分是这样 我们要有抓过大队 要跟人民说 如果有 刚才就买票 勇于检举 至于暴力 我们希望国安局要尽力去防堵 因为他的情姿是最迅速的 因为我相信李前总统 他高瞻援阻 他看很 到底李前总统 第一 他烦恼什么 第二 他说要怎么 刚才我问你 那句话 公平选举委员是要重新的 如果驚你 都报线 每天 电视都控制 中国公民都收 就是不公平 一天电视 报线也会说公平 你要怎么去 跟他记住 都会公平 不不公平 驚你 有法度 说外国的记者 都来台湾 住在那一家 让世界去报线 才有法度 证明说 这个选举有公平 来靠台湾 这个目的 这个形态 还是不可能 正人公平的 引国际势力 当然啦 你没国际 没观察团 没什么东西 你叫这个人做事 不知道 他想得更简单 有一个公平正义 没有啦 他会把 那个有国际观察团 对啊 会发生的 就能做事